张艺谋和老婆为15岁女儿庆生,亲密搭肩一脸笑容,40岁陈婷显年轻。 近日,陈婷晒出和老公张艺谋为女儿庆生的照片,网友们也纷纷送上祝福。 这是张艺谋的小女儿张一娇的15岁生日,只见张一娇头上戴着皇冠披着长发,五官清秀和妈妈很像。 她身上穿着浅绿色的套头毛衣,手上端着紫色的生日蛋糕,蛋糕上还做了树枝和人偶,十分精致。 照片里,张艺谋带着鸭舌帽,穿着简约的黑白条纹卫衣,面带笑容,双手搭在女儿肩上,亲切又和蔼。 陈婷则梳着简单的马尾辫,脸上稍微修饰了一下,皮肤状态非常好,身上穿着黑白条纹的毛衣套装,也轻轻地扶着女儿。 陈婷将儿女们照顾得很好,平时也非常喜欢陪着孩子们玩,常常晒出游玩照片。 前不久,她还带着女儿去了游乐园。 她表示,以前都是拖着,背着,抱着孩子们来,现在孩子长大了,作为母亲的她终于可以自己放手去玩了,非常开心。 从中看出陈婷养育三个孩子时的不易。 张艺谋则很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活,不过通过陈婷的个人账号,我们也能窥见张艺谋与孩子们的相处情况。 在8月份陈婷晒出的一张全家福里,71岁的张艺谋头发斑白,但是精神状态很好,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长得非常标致,而且看起来很阳光健康,一家人笑容满面。 张艺谋一家可以说是非常幸福和睦的一家人,虽然曾经因为超生等问题饱受争议,但是时宜是意,陈婷和张艺谋对家庭的经营经过了时间的考验。 祝福他们一家继续幸福美满,儿女们都学业有成。